还有不止人力短缺的问题 现在油电双掌 现在也冲击到了私人的洗肾中心 全台湾有6600名洗肾患者 像这样的洗肾中心就有500家左右 每一年平均会有5家撑不下去 今天有100名医师跟500名护理人员串联登报抗议 说健保给付不公 不只让他们苟延残喘 也影响了病人的权益 全台湾有66000名洗肾患者 每一年增加6000人 而今年油电双掌也冲击到了 全国500家私人洗肾中心 有100多名医生串联500多名护理人员 登报写公开信 抗议健保局给付不公 说今年油电双掌生理食盐水纱布都涨 而护理人员严重流失 现在才来删减医疗费用 很多洗肾室已经要面临关门的命运 用的水量非常大 那每一台洗肾机 或是说你水处理器 都要用非常多的电 即便每一年病人大概有超过 将近5%病人的成长 但是费用这两年竟然是用零成长 面对600名医护人员抗议 健保局也提出说明 当时的调整是因为整体药价的调整 那因为我们是包裹给付里面含了药价 所以是需要去做这样的联动的调整 不是刻意要去压低它的价格 目前台湾洗肾患者低死亡率 位居世界第二 不过医师很担心再也撑不下去 就怕基层医疗院所倒光光 病患一窝风及到医学中心 影响就医品质和权益 目标 咱俩 救cej 感谢